从上个月开始我们都有查经班 我们要查经的 我们要查的是关于耶稣的生平 好 很多时候我们是在这个新约的 在新约的四个福音书那边 来看耶稣的生平 我们成为基督徒 我们知道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 而且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的救主 所以要认识我们的救主 最好的方式就是去福音书来看耶稣 所以我们教会每一个礼拜 英文聚会完了之后 我们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来看耶稣圣庭这个查经的时间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很踊跃的参加 同时也要告诉大家的就是 这个课程要整一年才可以上网的 所以要有很有耐心去上 不过我可以肯定的 你上完这个课程之后 你的信心会加添 因为我们的信心是从认识主耶稣而来的 我们的信心不是世界来的 我们的爱 从神给我们的爱不是从世界来的 而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是从耶稣来的 所以我们要认识多一点 每个小时来我们来认识主耶稣 那么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爱心 我们的耐心 什么信心啊 我们都能够从耶稣那边得来 我们今天再次的来看以福所书 还没有看以福所书就 让我来跟你们分享一下关于 下个礼拜的那个母亲节的午餐会 你们知道吗 你们每个特别是妈妈级的 妈妈级的 你们都被邀请去享用这个母亲节的午餐 在这里要告诉大家的是 每一个女的都被邀请来出席这个午餐宴会 同时教会想到 既然我们要请这个母亲吃一个很好的午餐 那么我们希望我们看到教会的青少年都要有这样的表现 都要有一些表现 怎样表现呢 就是下个礼拜我们会有收第二个奉献 第二个奉献 第二个奉献是 专专是为了付这个母亲的午餐宴会的一笔钱 我相信教会的青少年他们都很愿意 我祷告他们要学习 他们学习到如何祝福自己的母亲 而且不但祝福自己的母亲 还要祝福那些女士 因为我们教会都可以看得到 大部分的都是女的 大部分都是妈妈急的 有婆婆急的 所以我们要祝福他们 最好的方式就是年轻的来祝福他们 这样子 这个方式继续的在教会里面传承下去 年轻的要祝福年纪比较大的 同时不但是小孩子 不但是青少年 他们要有这个感动去奉献 同时男士也可以去奉献的 男士也可以参加其中一份 如果我们所收的不足够给这个午餐的钱的话 教会会颁补上去 所以希望下个礼拜 每一个妈妈们都能够享用一个很有爱心的午餐 我们要吃一个有爱心的午餐 是年轻人给我们的午餐 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午餐 所以我们要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教导我们如何 如何敬老 如何尊敬 比我们年龄大的 特别是母亲们 所以我希望每一个教会的年轻人 他们要踊跃 他们要牺牲 他们要带着一个牺牲的心 来给这个奉献 不要带着一个 我生我的钱包有多少就给多少 然后我的钱包一块钱我就给一块钱 不可以的 这不是奉献 这不是爱心的奉献 爱心的奉献就是你舍去一些你应该有的东西 你舍去不买 或者你舍去不卖 不吃 你舍去不用 你把这个钱交给神 这就是一个很有信心的奉献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学习 因为耶稣 他白白的被钉在十字架上 天父愿意将他的独生儿子免费的给了我们 所以我们每一个都要学习如何免费的来祝福其他的人 这样子啊 从小的年龄一直长大了 他们的爱心 他们的信心就会更加足够 所以从年轻开始就要学习了 好 所以下个礼拜我们会有收第二个奉献 这个奉献是专祝福 专来祝福母亲们的午餐 现在我们来打开以福所书 以福所书第四章 整一年了 我们都在以福所书这一本书信徘徊 我们查考了以福所第一章 第二章第三章 现在我们来到第四章 这第四章是一个信心的起头 是一个活出生命的起头 头三章是告诉我们 我们的本钱 我们的本钱 跟着后面的第三章 就是第四第五第六 这三章告诉我们 既然有了这个本钱了 我们要活出这个本钱 我们要